西藏建筑材料缺乏 人们就要找很多的就是要住山洞 所以现在西藏的很多的石窟应该是最基本的类型 最早的类型应该是人们居住的山洞 这是西藏石窟比较早的类型 比方我们现在 虽然就是说现在看起来 哪些石窟是西藏最早的石窟 哪些是最早人住的石窟或者什么 现在其实不太清楚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像现在就是僧人修行的地方 比如说僧人修行的地方 像桑耶寺的上面 上面有一个地方 就是说西藏的圣地之一 像清朴 那地方是很殊胜的地方 中国内地的石窟艺术 是一种宗教文化 取材于佛教故事 清于魏晋 胜于随唐 他吸收了印度建陀罗艺术精华 融会了中国绘画和雕塑的传统技法和审美情趣 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汉化过程 是研究中国社会史 佛教史 艺术史 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珍贵资料 中部的地方 可能跟尼泊尔雷 或者什么 在下面我们说的像 就是这个 下面我们说的这个 像这个 枪木石窟 或者是跟这个 钢巴的这一代 这个石窟 这些石窟 这些石窟呢 跟着周边 就是真正的佛教化的一个石窟 因为呢 这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山 叫这个 现在就是叫 出滩尼玛雪山 出滩尼玛雪山 就是一个 就是这个 整个大的一个 就是这边有很多的 人们有很多转山的 所以呢 咱们去这个 就是在这个阿里这一块 或者是这个 普兰呀 或者这个 就是这个 像这个 刚底西雪山 这一块 这一块呢 像这个转山的这些 这个呢 是跟这个本教的呀 或者跟这个 整个藏西的这个文明有 但是这边呢 完全是佛教化的 这边是我们 整个都是佛教化的一些神山 所以这边 转山的 像这个 转这个 出滩尼玛雪山 都是这个 整个这个雪山 就是一个大的 一个金刚界的 一个坛场 这块后期的石窟的这个兴起啊 是跟这个什么呀 跟当时的这个西藏佛教后空期的这块 这个新的这个新的这个密教 新的这个宗教的新起有关系 所以这个石窟的这个 这是石窟的这个西藏的石窟的发展 西藏石窟呢 大约在这个十一世纪 十一世纪末到十二世纪以后 基本上就就就就基本上就停止了 其实人们在西藏发现的第一批石窟 还要追溯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左右 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苏博进藏 在拉萨的周边 发现了一个带有中心柱的石窟 名叫查拉鲁浦石窟 这是西藏发现的第一处石窟 但是却意义重大 首先西藏的石窟的发现 它补充了整个西藏佛教艺术的一个部族 以前的话就是西藏都是一些寺庙的东西 但是寺庙的东西早期的东西是找不着了 或者是就是都是年代都比较晚 但是西藏的这个石窟里面的壁画什么年代都比较集中 这些都是在十一世纪前后的十一世纪末的 所以大量的这批珍贵的资料出现了 把西藏的文物或者西藏的壁画 西藏的艺术就更加的丰富 这个是个了不起的一个 也是对整个的我们国家的整个的佛教艺术的一个大的丰富 而且就是后期它主要它年代比较晚 就十一世纪前后的话 就说有这么多的石窟 有这么多的就是保存 非常相对完好的就是不要那个什么 这些壁画出现 你说它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这是一个石窟 再一个就是它这个石窟的这个形制 这些石窟的形制呢 刚才我们也提到 它的很多的形制呢 跟我们在这个西域和丝绸制度上的很多的石窟的形制有相似之处 所以呢 它就证明了 就是说西藏佛教的这个发展 它并不是就是我们到里边都提到藏传佛教 强调它的地域性等等 实际上西藏佛教 西藏佛教就是从石窟里面展示出来的这些内容等等来看 就是西藏的佛教 就这一段 尤其说我说的是这个后红初期的这些佛教 这些佛教呢 跟整个就这段时间 跟这段时间呢 这个中国各个民族的这个佛教艺术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 今年的三月份 记者一行人到达了山南洛村 希望可以近距离地去欣赏一下精美的石窟艺术 然而当我们抵达这里的时候 却被眼前的画面看得说不出话来 震惊 惋惜 遗憾 在激动的心情下 我们终于到了这个神秘的石窟 然而 在震惊之余 还在为石窟的损坏而感到痛心 东壁 会置有泥佛像一排 南北两壁 亦有泥塑佛像 及彩绘壁画 显多以残毁 仅于火焰形背光 及固定泥塑佛像 而安插短木桩的洞孔若干 可辨识的彩绘壁内容有 卷云图案 卷云图案一排四朵 其间以横条色带相连 最东端为四叶莲花纹一朵 这排图案之间 还会有以长方形色块做点缀 文物保护的工作已迫在眉睫 希望这一艺术瑰宝 能更好的保护存活下去 因为去年的话 我们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以后 就说整个石窟的表面 比方说它和内地的石窟的 损坏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很多东西 就是下雨或者什么 会有些坍塌 或者现在石窟的保护 确实在迫在眉睫 但是现在石窟保护 就是我们要用一个什么方法 把它做得更好 我觉得可能现在 因为现在这几年 尤其数字技术的发展 我觉得可能就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现在就是文物部门 什么的用最先进的数码手段 应该把这些所有的这些石窟 把它记住下来 完整地记住下来 西藏有的不仅仅是堂卡和壁画 石窟艺术也极为的丰富 这些石窟往往都做了在西藏的山中深处 他们接受着时间的侵蚀 也同时见证着西藏的历史 与自然浑然一体 敲衍于世外 再次回望这些古老而神秘的石窟 它静悄悄藏于西藏层层叠叠的土林之中 与风声和鸟鸣相伴 任云影日复一日流淌气上 所以我们可能现在要做的 可能就是我们先不管怎么样 我们用最先 现在已经这个水平也可以了 我们用最先进的这个数字技术 我们把西藏的石窟 不光是这个阿里的 或其他很多地方的石窟 我们做一个很完整的 详尽的大数据的一个记录 这样的话就给西藏保存下来 也给后人保存下来 这个是最重要的 西藏石窟 是我国石窟艺术 乃至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发现的第一个石窟至今 西藏范围内 已发现大大小小的石窟群 多达数十个 二十世纪后半夜以来 西藏佛教石窟艺术 移存的田野调查工作 不断涌现出新的成果 西藏石窟以其精美的壁画 尘封的历史 使世人不得不以新的眼光 来重新审视这片学域高原 虔诚地面对 来自河谷崖壁之上的千年佛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